大家好,欢迎回到宋师新语 ChadGPT还在火 虽然进入4月份有很多新的消息 逐渐压住了ChadGPT风头 但是ChadGPT随着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竞品出现 大家对它的兴趣是有增无减 那么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我们出过几期关于埃隆马斯克联合了1000多人 搞的这个禁止ChadGPT升级的闹剧 那现在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数一下 那么在国内有哪些公司正在准备发布自己的ChadGPT 那前面大家都知道 像百度的文心一言 像好像360也发布了自己的类ChadGPT版本 为什么叫类ChadGPT呢 就是在这之前 他们确实没有相类的相同的产品 那他们是类似 就采用了ChadGPT开源的代码 或者是它的论文 它的原理 那360呢 我是没用它的这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流氓软件公司 他们还比较在行 开发这个东西不好说 但是周总啊 周鸿一也有新消息 就是他和他的富人啊 胡欢女士离婚了 但是呢 股份做了一个交割啊 周鸿一呢 将6.25%的360的股份呢 给了他前期的名下 这虽然不是ChadGPT 这也是推出ChadGPT公司的新闻 是吧 所以这个 那么当然了 周鸿一还是控股 还是大股东 是吧 公司的这个权益呢 没变化 那周鸿一呢 这算个花边 真正要推出来的 马上啊 有意思的就是 4月11号 阿里要推出自己的 ChadGPT版本了 啊 很多记者呢 都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内容是呢 2023年 阿里云的峰会 在4月11号啊 在北京召开 那么11号呢 阿里推出自己的大模型 哎 就是所谓的大模型呢 就是 多摩泰这个大模型 那么18日呢 推出行业应用类模型 这个就对标了百度啊 百度不是也说吗 我们要深耕几个 10个好像是 10个行业 那么阿里呢 也赶上了 那么很多已经试用过的人啊 可能是阿里内部的呀 或者是一些特邀的 说呢 阿里呢 已经把这个集成到 天猫精灵里边了 并且用的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 这个阿里的ChadGPT语音助手版呢 他和他的天猫精灵呢 是绑定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博主呢 测试了15个问题 有10个问题回答的 都优于竞品 这个竞品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 百度 文心一言呢 还是ChadGPT呢 还是谷歌board呢 是吧 看起来啊 阿里的大模型产品 4月份是确定要发布了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 新的吃瓜的机会 是吧 到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 真正的比赛了 现在我正在做的呢 就是谷歌board和ChadGPT 之间的这么一个对比 文心一言呢 他的测试 测试权还没过下发下来 这个测试账号还没通过 剩下的呢 就是华为了 华为啊 将在4月8号到9号 很快啊 也要亮相自己的AI大模型 在哪呢 也在杭州萧山 哎 你看阿里是在北京发布 华为呢 是在杭州发布 这个挺有意思 还在萧山啊 那么华为云智能的 这个首席的科学家啊 田奇将介绍盘古大模型的进展 及其应用 那根据华为云的官网显示呢 华为呢 即将上线的是盘古系列AI大模型啊 分别为NLP大模型 CV大模型 科学计算大模型啊 就是所谓的气象大模型 其中呢 NLP大模型呢 被认为最接近人类中文理解能力的 AI大模型 而CV大模型呢 首次兼顾了图像判别和这个生成能力 那就是说华为推出的这个类拆DVD工具呢 可能会能生成图片 哎 就像百度的那个文心一格一样 那这两家啊 是目前是比较确定的 已经发了声明的 一个4月8号到9号 华为的 一个是4月11号阿里的 哎 他们要推出 实际上啊 现在包括腾讯 网易 京东 小米 可能在前后脚 我估计的上半年 很有可能都会推出自己的类拆DVD产品啊 所以谁都不想掉队啊 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是赢家通吃啊 最后呢 连李爱红都承认 最后呢 可能大家都没有机会 但是呢 还都要上 那拆DVD在这些AI巨头里边 真的是 就说 非常激烈 那在行业应用这块啊 也 非常的这个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向松作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比较出名啊 有很多他的 经济学的演讲啊 至今还在网上流传啊 在过去几年里面 每年几乎都有一期他的这个精彩演讲 我也比较喜欢看啊 因为他敢于说一些实话啊 说一些带引号的实话啊 那向松作在这次说呀 他说90%以上的经济学家 会被拆DVD取代 所以向松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 他说今年的经济发展啊 更多的要靠原创性科学发现 发明创造去推动 所以呢 要鼓励这个技术机构的投资家呢 通过资本的方式呢 支持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工作 那90%以上的经济学家 都会被拆DVD取代 经济学家太多了 经济学家的功能就是传道 传市场经济之道 不断给大家讲常识 不断告诫大家不要走弯路 尊重市场经济 尊重企业家 尊重产权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明确抵出来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被拆DVD取代 没说出这个主要原因来 可能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吧 这是向松作啊 著名经济学家对ChadGPT的评论 当然了 我们很多的这个政府官员啊 也在议论ChadGPT 向国家金融外汇局的副局长就说呢 他说呢 借用AIGC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思路呢 来研究金融问题 或许呢 有助于形成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的有效技术路线 哎 这话我给你点赞 如果你敢做的话 是吧 我就怕你只是一说 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啊 在2023年 中国金融学会 学术年会上 及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呢 借用生成式的AI的思路来研究金融问题呢 或许有助于形成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的有效技术路线 但是这个事啊 我觉得肯定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你懂的 讲了这几条啊 其实呢 都是和中国有关的ChadGPT的一些进展 这几天呢 我一直是在试用谷歌的BOD啊 也在帮别人查一些资料 我发现啊 无论是ChadGPT 还是谷歌的BOD 对于IT相关的 代码类的这些东西呢 那肯定是非常拿手的 对一些知识类的 比如说尤其是生活知识类的 要旅游啊 饭谱啊 包括历史知识啊 在比较远的近代史 古代史 就是在各个百科啊 维基上比较详细资料的 它能给你生成非常好的文章 但是呢 涉及到比较专业的啊 比如说类似于金属切割啊 就是说机械加工啊 一些新材料的使用啊 等等 是一道具体论文问题呢 实际上我觉得 生成是AI意思不大 还为啥呢 它也是查这些论文 给你汇总啊 我发现 毕竟的ChadGPT呢 更多呢会给出引用来 谷歌报的呢 它会确实给你生成一篇 看起来可读性很强的文章 但是呢 很多的比较专业的 比如说 我一个朋友让我 向报的提问 就是氧化铝晶体和 可伐金属啊 可伐合金 它之间的有效结合方式是什么 第一次回答的还靠谱 第二次我又追问的时候呢 他给我弄出个电烙铁来 这个就比较搞笑了 所以呢 报的有时候也会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不比这个ChadGPT强多少 那总归来说呢 随着后本 后续像阿里啊 华为啊 推出来 我们可使用的余地更多啊 可能很多国内的朋友呢 就不用采取特殊办法来使用了 这也是个好事 就怕货比货 是吧 以比大家 咱们是普通用户吧 我们的这个比来比去呢 我们的权利就大了 如果只有一家 只有ChadGPT 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就完了 我们就全被它控制了 是吧 那好的 这是ChadGPT啊 在国内的几个消息 和大家聊得着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